今天我們來開箱全自動 釣魚燒機 高雄師傅高雄師傅 嗨阿星 嗨馬蹄 不要趁我不再把廚房炸了 今天我們就要用 超級迷你的釣魚燒機 製作真正的釣魚燒 所謂真正的釣魚燒 是什麼真正的釣魚燒 不是那種日本正宗的釣魚燒 我們要來做 你沒有釣魚是釣魚燒 所以今天呢 我們買來的釣魚 我這輩子都沒有看過釣魚呢 我們今天呢 就來把釣魚放進釣魚燒機裡面 那準備的材料有 有什麼我都不懂 牛奶我看得懂 牛奶一罐 布丁 因為本來要準備紅豆 這個紅豆忘了帶 再來 雞蛋 麵粉 這就是釣魚燒的皮啊 釣魚的皮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油 就是刷在上面的時候 讓它不會就是黏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大堆有的沒有的器具 好 不過在開始之前 我們要先來開箱個釣魚燒機 我們先把這些食材放旁邊喔 上面有寫說它是這種 超級超級SUPER MINI的鯛魚燒機 它做出來多小欸 就這麼小 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個 它看起來有模有樣的耶 好 上面可以放四個啦 欸 馬田在我旁邊的時候 我至少它就可以幫我填 填充這個空白的石器 你要一個人拍一遍 很累好不好 很累 你什麼時候才要回來 哈 哈 以前在做這些東西都有在做 我只要旁邊出一張嘴就好 我現在一邊動出來一邊出嘴 累死了 它上面有個開關在這裡 把它給打開放在旁邊 接下來我們要先來準備一些食材 我們要準備的食材是什麼 我們要來先做它的麵皮 先把它打開 打開完之後咧 它很貼心耶 直接幫你墊成帶妝的 剪哪裡都告訴你咧 這邊有一條虛線 我真的是 蠢人的福音 把消費者都當智障 好 我們把它剪開來 它續線到這裡 要不然就剪到這裡 真的是小朋友耶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麵粉 丟進我們的超級巨大碗工裡面 這碗工也是陪我們征戰很久的碗工耶 怎麼整包加進去 它的量都已經調好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 我們只要照上面的份量 然後把東西加進去就行了 它還說 接下來我們要加一顆蛋 一顆蛋就是50克 這怎麼知道 搞不好台灣的雞生的蛋比較大顆啊 對不對 讓我料一點 一顆蛋 單手打蛋 石頭啊 下一顆 有了有了有了 沒事沒事 下一個呢 我們要加它的東西是 牛奶170cc 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沒有洗它 沒關係啦 反正 死住 大概加一半多 看起來好像不錯 看起來好像不錯 接下來就是不停的攪拌它 為了避免 它不要砸在我身上 我就是把它拿下來 動作有點奇怪 口感還確認了一下 不要笑 好像很成功的樣子耶 我不能做出一個成功的東西 我太誠奇了吧 我是那個照著食譜做的 會做就是會做錯的人 但是 現在目前 我的麵筆已經做好了 我覺得很開心 接下來呢 下一步 我們先把最重要的鯛魚 拿出來好不好 滿滿的鯛魚 好 現在要放旁邊 阿神的鯛魚燒店要開張了 沒有鯛魚的鯛魚燒是不是 好沒問題 我們還準備了這個小刷子 好像把一些油平均刷一下 然後每個小角落都有一點油 然後不會直接烤焦 OK 行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把麵皮放進去 不過我們還準備了一個東西 這個 讓我更容易擠麵皮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東西 剁進去 接下來呢 我 拿這個 我就可以把它 給倒出去了 好 先這樣 我們 四五年後再回來 那我們趁它在留的途中阿 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好不好 我們來處理一下 我們的鯛魚 鯛魚啊 這個一整大塊 有點難就是 全部通通加進去 所以我們先把鯛魚弄碎 把鯛魚弄碎之後 店就可以開始正式開張了 好 我們的料呢 都已經準備就緒了 接下來 重頭戲 要來把它擠上去 我們在擠的時候 不要擠太多 先擠一點點 然後之後把料放進去之後 等它熟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再加一點點進去 然後再翻 再翻過來 我們要是怎樣 希望是這樣 開始囉 先擠一點點 不要擠太多 咚咚好就好 這也是 咚咚好就好 這也是 咚咚好就好 上面要擠一點點 上面要擠一點點 好像手差不多 它的熱度其實蠻大的 接下來呢 趁這個時候 趁還有舊的時候 然後 加一點進去 加一點進去 加一多老闆會虧死 好 好 之後呢 我們應該要再加一些些嘛對不對 把它蓋過去 老闆沒有覺得很害怕 這 這個 我可是在 出國留學過的 特別 特別學回來的 等它一下 你不要看它這樣 這有時候東西還沒成形之前 就是會長得有點醜 好不好 那等它好了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翻過來 至於怎麼翻呢 老闆還沒想到 我們可能用筷子把它翻過來吧 好 我們用筷子好了 我們筷子目測 30秒到1分鐘之間 好了應該差不多到了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把它翻 翻個面 我覺得時間可以再久一點點 它會更 它會更定型 一些 有點醜 我還沒有拿捏到那個距離 好不好 但是 人走出來的 鯛魚燒就是這樣子的 魚油出來的 我們再等它一下下 應該快好了 聞起來很香耶 可是看起來就是有點像是 有點爆炸的鯛魚燒 可以啦 我覺得以第一個成品來說的話不錯了 好像差不多了 完成了 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其實看起來 不錯啦 有魚的感覺 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 你不要看這個爛爛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有沒有 四條魚吧 它有齊呢 好啦 那我就來試試看看我自己 手做的 自動釣魚燒機 我踩還不錯耶 應該敗不出去 沒有到難吃的很好吃 就是不像是甜點 吃起來比較像是晚餐 它的味道比較比較 比較新鮮 我不知道為什麼 單吃的話還好 但是煮成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變得比較新鮮 好下一個 我們來試試看 布丁鯛魚燒 資本也沒有這種東西 那評分啊 兩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一樣刷點油 不過好吃啦 我覺得 只是 應該不是那種大眾會喜歡的口味 你看我抓到這個訣竅 這個訣竅就是 這個醬啊不要加太多 不然它會講出氣 布丁我們一樣攪碎 好不好 布丁我們一樣攪碎 這樣子比較好用 我真的覺得 不是 你有看到 不是 我沒有在演 我沒有在演 好嗎 布丁什麼時候變成這種樣子的 我本來覺得 這樣可能會很好笑 我發現不是 不是 我是真的打不開 有出來了 好我們把布丁攪來好不好 攪來 那接下來 重點的時刻到了 不要加太多 不要加太多 先這樣 我們之後再補加 好看起來不錯齁 掰掰 老闆動作越越熟練喔 唉唷不錯不錯不錯 真是 真是外型真的是很認真來的 你知道人啊 要有成長曲線 就你一開始表現得太好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體現出就是 你有成長的感覺 所以前面我都是裝的 好不好 我現在要動真格了 真的來了 我們先讓它的底部稍微熱一點點 剛剛就是底部太太不熱了 所以一丟下去的時候 整個都散掉了 所以我們這次 給它的時間放久一點點 一咪咪 讓我feel一下 直到我聽不到它的滋滋聲 焦一點也好 焦一點才有那種 雕魚燒的感覺 你知道是不是 好像差不多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把布丁放進去 你看不要太多 唉唷 老闆現在又會抓囉 滋滋作響的布丁喔 好像有點什麼耶 好像有點什麼耶 再加一點點 好 等它一下下 應該差不多多了 我們可以把它翻過來了 乖乖捏 我已經看不到魚的形狀了 我已經看不到魚的形狀了 救命 沒有人告訴我翻東西這麼難 怎麼做的比第一個還失敗 等一下 我已經覺得有點醜 怎麼做的比第一個還醜啊 剛剛加的量好像有點太多了耶 它加熱的時候它會膨脹起來 就它真的要加很少很少很少耶 好 這個已經變成 大板燒 鯛魚形狀的大板燒 好 我們等那個滋滋作響的聲音 結束的時間差不多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再等個 30秒 來 稍微切割一下 然後之後 出爐囉 欸 可以耶 可以啦 都可以 都可以 雞蛋糕沒看過啊 我做的是雞蛋糕 豆魚啦 來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是 布丁口味的釣魚燒 吃起來豆魚好不好吃耶 布丁咧 布丁咧 布丁融化了 沒有布丁 沒有布丁啊 老闆 老闆你變人 那邊有布丁的味道咧 然後 它有一點點淡淡的焦糖味 非常非常非常之淡 但基本上來說就是 麵粉 甜甜的麵粉 好啦 欸 評多分的話 等個讚等個讚 我 我沒有辦法吃一片大家也不難吃啊 哈哈 好啦 今天這集的Episode 差不多就到這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這部小片片 欸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可以留下一個 大家喜歡讓我知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你什麼時候才要回來 我要把廚房炸囉 你再不回來的話 你之後回來的時候 這邊就會變成